这句《警察荣誉》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在这部群像戏中 白露饰演的夏捷善良且正义 而这个角色也成功改写了白露 往日在甜宠剧中单一的角色形象 觉得《警察荣誉》是一个烟火期非常重的一部电视剧 和我之前的接触的类型肯定是不一样的 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警察荣誉》中 白露饰演的夏捷身份很特殊 巴里河派出所的前所长夏俊雄是她的父亲 并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光荣牺牲 这使得全所上上下下的人都对夏捷十分照顾 其他见习警员没有办公桌 夏捷有 别的警员冲锋陷阵 夏捷却被要求站得远远的 别过来 别过来 老后 师傅 听不听 听听 然而夏捷并不想被特殊照顾 她只想像其他警察一样能够参加任务被一视同仁 我觉得就是我跟她有一点很像 就是我们想要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很努力很努力 就是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 我跟夏捷都 就都挺要强的 夏捷要强 饰演夏捷的白露也同样如此 在剧中白露除了每个眼神都有戏 几乎是纯素颜状态亮相的她 也相当接地气 比如在剧中夏井救小孩时 夏捷脸上到处都被抹了黑泥 救了小孩爬上来之后 她也是用水随便抹了两把脸 这种毁容式表演 一下子就让这个人物变得鲜活立体 校长 有些事可能就需要女生来做 有优势 谢谢王总长 也谢谢咱们巴里和派出所的干警们 就觉得警察好不容易 就觉得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伟大 然后又值得敬重的一份职业 尽管如今剧作《口碑收饰双丰收》 作为剧中唯一的一位女警员 白露的演技也收获了认可 但在拍戏之初 她也是很忐忑的 警察容预对我来说难的就是 我作为一个南方人该怎么去 融入到这个全是北方人的剧所 我觉得对这种生活戏来说 台词要求会更高一些 除了台词和几位演技派的对戏 也让她压力山大 不过白露坦言 在剧组王景春不仅教大家表演 拍戏之余 这位前辈还是剧组的开心果 王景春老师特别爱开玩笑 然后每次都是她逗我们几个年轻人 因为我们都感觉很很尊敬她 她是一个玩影帝 一个大前辈 我们其实也不敢轻易跟她开玩笑 至于谈到这个角色带给自己的收获 白露坦言自己对警察这份职业更加敬重 也希望借警察荣誉这部剧 让更多人学会珍惜生活 珍惜当下 我希望给观众传递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珍惜好自己现在的所拥有的一切 因为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人 像人民警察 像基层民警 像各种包括医护人员 包括各种职业的人 一起共同守护的一个成果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在保护着大家的安全 保护着大家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 记者陈湘芸编辑报道